辛苦了 先搞失败 还是不要在帐篷里面烧柴火炉了 但是这边的话 又不方便在户外烧 所以说先不烧了吧 还是用气罐吧 太淡了 还是不适合在帐篷里面 烧柴火炉 真的有点太局限了 太方便 整个韭菜饼得了 我现在唱完了 就继续人才 就是这样子的 小柴火炉就这样用 真的煎成了鸡 韭菜鸡蛋饼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火候也没有达到可以翻锅的地步 我一直不太敢翻锅 你看 这个底下成形了 这个面上没成形 底下也很香了已经 可以说 哎呦 好 开始翻炒吧 我就是有一点不太不太 就太脏了 我穿白色的衣服 烧柴火炉真的是 烧柴火炉不能穿白色 空间小灰大 然后要频繁的搞柴火 然后要频繁的搞柴火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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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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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快差不多了 太難了 煮個麵 人都快煮肺了 我的天啊 我的衣服廢掉了 全是灰 啊 又有事幹了 明天又要洗衣服了 味道沒有問題啊 就可以繼續放 因為現在天氣很冷很冷 這火力是夠大的啊 這麵條煮得很軟爛了 這灰是真的大 完全白色衣服 以後要提前做好準備 就是柴火全部都先掰成小截小截的 然後做飯最好是在室外 室外有一堵牆的地方 就會好一些 風也不會大 灰衣也不會往我身上串 今天的 這個韭菜雞蛋炒的還是可以的 我有先見之明 我想到要燒柴火爐 我就先沒有洗臉 我打算的是做完飯 吃完飯再洗臉 起來只是刷牙 因為我洗了臉 大概率現在還要再洗順點 因為身上也全部是灰 剛才我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淚 真的做飯做的 一直擦眼淚 淚醒鼻涕 嗆的 嗆的不要不要的 對啊 哎 它這 這個是哪一位啊 我問一下它 它這個更加過不去 它也要報備 也要先核酸 等了 等了出核酸結果出來呀 各種各種了 之後才行 嗯 他再带个狗狗 但是这个大概你 麻烦啊 你这也只能蹲在这了吧 过不去啊 我等了八九天了反正 不让过怎么回事 肯定是不让过呀 风控的呀 晨还没解封呢 我那边还没解封是吧 呃慧宁反正说是快了快了 但是也不知道啊 这两天 我是固员的行政马还没消失掉 我的你固员的都没消你这固 你那你更难你更难 我不去啊 我明天应该吃差不多就消失了 啊 那你现在还不能去卡口报备 对啊 你的马都不能报备 你要只有拼娘了之后你才能去报备 然后再去做个核酸 然后再慢慢等 那你也要等几天啊 我差不多明天我明天就过去啊 你明天就过得去 对啊 我都过不去你过得去 怎么过不去啊 我过了八九天呢 那边有卡口呀 你去啊 你这边司机是专门跑这条线的 他们不能越平常线 他们专门跑这条线的 那一头有啊 那头有卡口啊 进县城的所有地方都有卡口 你知道哪一条都是卡口 所以说是必须要这边报备 报备进入白银 回也回不去了 大概是回不去 但是你的话不一定啊 我过远的行程马上没消失 我哪里能回去了 他看到我过来也我也 没有 你刚刚你刚刚过来 你还没有带白银的 他也不行 他看到我过来了 他就不会让我走 不是 大概你可以问一下 你确实可以问一下 要么你就在这再等几天 等这边 对啊 如果说 我的话我是决定了 我必须往前走 所以我不打算回头 我也是往前走啊 我既然必须打算往前走 我就不回头 你骑车 嗯 骑车 难怪我听我问 有个骑车的女的在这等 哈哈哈哈 我在那个视频里面很多人都这样说 啊 我是啊 我在这等了几天了呀 哈哈哈哈 狗狗 都叫我叫我也带条狗狗出来 我我我 我说我自己都养不好 我养狗 哈哈哈哈 在路上怎么照顾狗啊 我 说你的车车比我大 你还可以安个狗龙 我那车正好塞下我 我这些我跟着我睡啊 哈哈 我里面的空间也只够剩我一个人的 关键事 所以说我要是养狗狗的话 狗狗要是在睡在外面 我又我又不忍心 太冷太冷了 他睡不了 他在外面会冷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不敢 让他睡外面他走在敲门 不敢让 据说就不敢带狗啊 他们老说你带狗安全一点 我说带狗那真的太可怜了 我又说我又不能让他受那个苦啊 安全啊 带狗他晚上有人会叫啊 但是自己也会被吵醒 哎呀 狗狗狗狗 辛苦了 辛苦了 然后今天带狗狗的小货车 这货车里面平时七十公里 今天有五公里 顺便让我们大哥 我们大哥后进城啊 后出城呢 让大哥去帮我把快递带回来了 哈哈哈 哦太感谢太感谢了 好好好 谢谢 哎呀 现在是队伍团大呀 三个三辆车了 哈哈哈哈 好了 你都叫两个 快一个 我喝的干嘛 我喝的酒就解决了 快乐的开箱时刻 拆快递的时刻 还有家放满地 谢谢 这是我的骑行帽子啊 雷锋帽 是吧 原来说好的 刚才买的这个的 他这个不给我看 那里你给我看 就是一个架子 我了嘛 又买了三罐 你以为你那么容易吗 三罐七罐啊 我这别像那样的就可以 下面就要 下面还这么晚就 真的吧 变的 肯定要变的 因为我下面 因为我现在在里面全有袋子 这是我买的 九星巧克力 专门就是抵抗冬天 冬天 补充热量能量的 我都说了你还要喝夹股 夹起来 不要看 这买回那个太阳能买的 你看那些都是用太阳吧 看到没有啊 我肯定要做太阳 这是做奶茶的 奶茶的 和炼乳 炼奶啊 哎呀 盒子都有点扁了 我肯定会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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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再做长一点 你妈还在睡里面 坐住就不 你让人家坐长一点 不要 这是我干活的手套 到了 这个架子倒是很结实 这个架子 冷库作业手套以后 我做饭就不冷了 他亲得很 他这个 冷库作业手套 骑车的时候也可以戴哦 骑车的时候 戴着应该也很暖和的 毕竟是冷库作业手套 这个下雪天 就用这个吧 你们不是说很期待我 戴脑衣风帽吗 这个 这个 长脸 会不会很棒 是不是很棒 口罩啊 太棒了 装备骑的 这个冬天不怕冻死了 第一次我的车旁边这么热闹 左边一个又边一个 四个月了 第一次扎营的地方 有一个徒步的和一个骑行的 就是 既又觉得挺新鲜的 但是又觉得好像不太适应 我是不是太久一个人习惯了 就是 喜欢一个人的孤独感破碎感 我跟两个大哥 我跟两个大哥聊天 白天聊天聊得也挺开心的 你聊很多 白天可就是聊天了 我没有变孤僻 只能说 只能说 只能说可能夜山的时候 喜欢人静 然后白天的时候 其实 还是 热闹一点 也还是挺好的 我的性格 既能洗净 也能洗脑 可能还要跟两个大哥在这卡几天 然后 到时候可能一起进城吧 到时候 方向如果都一致的话 可能还会一起同行一段 到时候再看吧 也许 朵拉能够适应 结伴 适应 找对友 适应 跟别人一起 旅行呢 对吧 剪剪视频就休息了 拜拜